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天气跟昨天非常的类似 白天炎热 但是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 午后可能会有短暂雷震雨 像昨天午后的一场大雨 我的朋友就淋湿了 撑伞好像感觉上都阻挡不了这一场大雨 那么要特别的注意 好 今天北部地区人就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80% 白天的温度是24到34度 中部地区则是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也是2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4到31度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0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 宜兰花莲都是25度 台南28度 高雄29度 台东27度 澎湖是26度 好 很热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终于止跌了 而美股的止跌 今天能不能够带动 雅股 欧股的止跌呢 还要值得观察 昨天美国股市呢 是开低走高 一度呢 其实以道琼来说呢 也曾经大跌 那么但是呢 最后拉尾盘 那么道琼公益指数呢 是上涨了238点 收盘指数是 34,049点 涨幅0.7% 纳斯达克则上涨了165点 收盘指数是 1304点 涨幅1.29% S&P指数上涨了24.34点 收盘指数是 4296.12点 涨幅0.57% 费城半导体则是 大涨了52.56点 刷盘指数是 3042.39点 涨幅达到了1.76% 那么费城半导体 重新占回了3000点 也来到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涨幅来说呢 是四大指数当中 相对比较大的 那就是最弱势的反弹 那影响所及呢 台股的ADR 当然理论上来讲 应该要涨多跌少 不过呢 仍旧是跌多涨少 台积电的ADR呢 上涨了0.59% 红海的ADR呢 则大跌了2.62% 热光的ADR也下跌了 0.15% 联电的ADR 小跌了0.13% 中华电信的ADR 上涨了0.86% 而台子旗的夜盘呢 则是上涨了86点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国际油价格反映的呢 其实是全球的需求 那么中国大陆呢 在上海的封城 至今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 北京的病例数又开始增加 所以引发的是 昨天不只是陆港股的恐慌 其实全世界的商品市场呢 都出现了恐慌性的卖压 所以呢 纽约油企卧价格 大跌了3.53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98.54美元 跌幅达到3.46% 白海布兰特原油 下跌了4.33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 102.32美元 跌幅4.06% 而在农粮产品当中 也是跌多涨少的 芝加哥黄豆期货 下跌了12.50美分 跌幅0.73% 那么芝加哥小麦期货呢 则是下跌了0.35% 芝加哥玉米期货 则上涨了0.85% 至于在贵金属的部分 全数下跌 黄金呢 有两个程度的卖压 那么一边呢 是因为美国的公债 殖利率不断的往上狂飙 所以呢 带动了 就他这个 这个公债的这个殖利率 往上飙呢 对于黄金的投资买盘 是会产生影响的 因为呢 黄金是无法滋习的 但是呢 在另外一方面 还有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封城 影响到消费意愿 而中国是黄金消费的大国 所以呢 不管从投资的角度 或者消费的角度 都出现了卖压 因此我们看到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下跌了38.3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896美元 跌幅1.98% 是2月25号以来的最低价 然后同时也跌破了1900的关卡 白银的期货呢 也大跌了2.43% 铜的期货也大跌了2.84% 白金的期货大跌了10.7% 好 这里面都是反映的是 中国大陆的封城 可能影响的在工业方面 或者消费上面的需求的锐减 这个对于全世界而言 其实产生的冲击都相当的大 好 另外呢 欧洲呢也是顺着美股在上个礼拜五的大跌 然后亚股在昨天的大跌 那么紧接着呢 欧股在昨天下午 台北时间的下午呢 开盘之后呢 开低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英国金融事报白争股价指数 下跌了141点 跌幅达到1.88% 而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132点 收盘指数是6449点 跌幅高达2.01% 法国并没有马克宏当选的庆祝行情 德国法文科普指数呢 则是大跌了217点 跌幅达到了1.54%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要值得注意的是 昨天金融市场当中呢 除了股市在亚股跟欧股的大跌 尤其是这个亚股呢 这个陆港股的部分呢 出现了黑色星期一 那么最重要这背后反映的是 需求可能会因此锐减 所以商品价格的锐减 油价跌破了100美元的 这个关卡 这个纽约西德州原油呢 那么大跌 那么同时呢 影响所及 还有包括了其他的原物料 都受到了影响 好 这个是因为 由这个整个需求呢 受到了冲击 那么另外呢 我们要关注的 其实是升息的问题 那么现在呢 根据九位熟悉欧洲央行 想法的消息人士透露 那这个是外国媒体的报道 那么现在欧洲央行可能会在 今年的七月 最迟九月会开始升息 而且今年可能会升息两次 那么一次升息0.25个百分点 两次就会升息0.5个百分点 那波线市场的预测呢 是认为说呢 应该会升息0.85个百分点 那也就意味着会升息可能超过三次 好 这个呢 是欧洲央行可能会因应通膨的问题而升息 另外呢 我们看到的是德国 德国的企业信息呢 其实指数回升了 那么这个根据i4呢 经济研究院所做的调查显示 德国企业信息呢 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上升到91.8 虽然不到100以上的乐观 但是基本上呢 是减少了悲观的程度 比三月份的时候的90.8 明显的要提高增加 也比预估要来的好 那么这里面凸显出恶物战争呢 对于德国经济虽然产生重疾 但是德国经济具有韧性 所以德国企业现在对于恶物情势呢 对于德国经济的影响 反而是开始转趋于乐观 那么不过呢 在通膨的问题上面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他们所看到的资料显示 德国政府呢 要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的通膨 通膨的预测呢 上修为百分之六点一 这个呢 其实是相当高的水准 所以意味着通膨的问题 在德国还是非常的严重 另外呢 在我们刚刚提到了 不管是欧洲央行 或者是德国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再看到美国联准会 这段期间呢 美国联准会的官员 都会进入静默期 不会再有任何 有关于利率决策方面的谈话 等到下个礼拜二 礼拜三的会议之后呢 才会决定 所以呢 那么整个央行 采取紧缩的态度呢 也使得全世界的 负值利率的公司债 全部都消失了 当然负值利率的公债还有 但是负值利率的公司债 全数消失了 这是蓬勃债市指数 所追踪的投资级的公司债呢 值利率现在都在零以上 那么而去年十月的时候呢 负值利率的公司债的总值 还超过了1.5兆美元 现在这些投资级的公司债呢 平均的这个全世界的公司债的 平均值利率呢 是3.7% 也比2020年底的时候的1.3% 明显的提升上升了 好接着呢就是马克宏当选这件事情呢 那么终于让欧盟跟欧元区 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内部的情势呢 可能还是他非常大的挑战 那我们来看到新加坡昨天呢 公布3月份的通膨率 攀升到10年来的新高 年增率高达5.4% 所以呢新加坡呢 的这一个 他们叫做金融管理局 他们叫做央行 就等于是他们的央行 那么确定还要维持着紧缩货币的政策 另外呢马斯克收购 这个并购 这一个推特的这件事情呢 现在传出来呢 现在这个推特呢 要答应马斯克的并购 总额度可能高达430亿美元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全球的资金呢 快速的从美国欧洲流出 每股基金呢连续两个星期资金流出 那么上个礼拜呢继续流出了189亿美元 那么另外欧洲呢上个礼拜持续的流出 流出了29亿美元 资金呢那么从大部分的市场撤出 但是呢流向新兴亚洲 而在新兴亚洲当中呢 其实重点并不是要流入中国大陆 市场也是流出的 那么重点是流向泰国 印尼还有马来西亚 然后快速的从中国大陆 台湾 韩国 印度来撤出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那么中国大陆昨天呢 是骨汇双跌 而且呢杀身隆隆 那么以上证指数来讲呢 是大跌了百分之5.13 跌破3000点 收盘指数2928点 深圳城市也大跌了672点 跌幅高达百分之6.08 那么收盘指数10379点 香港恒生指数也大跌了769点 跌幅高达百分之3.73 收盘指数呢再度的跌破 两万点来到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九点 那么这个陆港股的跌幅这么重呢 其实不只是这个股市 在汇市的部分 人民币呢连续在上个礼拜 五个交易连续的贬值 昨天呢资岸人民币 跟离岸人民币呢 曾经一度 扁破了6.5 而这个 这个离岸人民币 甚至于扁破了6.6的关卡 那么昨天呢人民银行 在晚间的时候呢 那么宣布从5月15号开始 下调金融机构的 外汇存款准备金 什么意思呢 就是存在大陆的金融机构的 这个外汇存款呢 它所提存的准备金 从原本的9% 下调为8% 那这就使得市场上的美元供应 会一口气增加100亿美元 那就是代表的这个市场的美元供给 会比较充足 那这个时候呢 美元会相对比较贬值 人民币就可以升值 这是阻贬人民币 很重要的做法 去年呢 大陆是两度调升 外汇存款准备率 那么在阻止人民币 快速的升值 而现在呢 必须要这个调降 这个外汇存款准备率 来阻止人民币不断的贬值 不断的贬值 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上海的风控呢 至今呢 还没有看到一个底线 然后北京呢 现在传出来呢 它的朝阳区呢 在这段期间 那么增加累计的感染病例数 高达46例 昨天呢 是新增20例 所以呢 朝阳区今天呢 等于是某种程度的风控 那扩大核酸检测范围 会不会使得北京呢 也进入风控 现在呢 成为国际上面 关注的焦点 好 另外呢 人民银行为了要救 房地产企业 昨天呢 邀请了12家房地产企业 包括了恒大家造业 也就是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房企 还有8家国有银行 6家国有银行 12家股份银行 以及5家资产管理公司 然后要讨论 讨论松绑这些收购的限制 所以呢 要救房地产市场的态度 已经更趋于明显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昨天呢 台北股市呢 也出现了外资大逃杀 台北股市呢 昨天大跌了404点 收盘指数是16620点 跌幅高达2.37% 跌破了3月8号的低点 同时呢是直逼去年5月25号的最低点 那么跌幅高达2.37% 不过成交量放大到3102亿元 OTC呢跌幅更是高达3.66% 外资呢一口气卖超了421亿元 现在台北股市的跌不停 其实不只是外资的卖超 其实也看到散户的缩手 从证券划拨存款余额 3月份呢减少了将近900亿元 899亿元 可以看出来散户呢 其实也受到了信心上面的动摇 好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从这个陆港股一直到台股 其实跌不停的状况 要如何的来看待 马上回来